每个移民美国的人都有不同的目的 有的人是因为社会福利条件 有的人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空间 有的人是为了自己事业上面的投资等等 那么美国移民生活到底如何呢 很多移民申请人在拿到了绿卡后 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在美国当地生活的一些问题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了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诸如房价物价教育等等 房价 美国的房价与人口分布相关 一般而言东西两岸贵一点中间地区便宜 另外美国几乎人人有车 所以每个人的生活范围扩大了很多 买房时候的选择余地也很多 美国房子的中间价目前在25万美元左右 前面说过东西两头贵 所以美国中部大部分地方的房价都不到25万美元 美国的两个中部城市 一个是底特律 一个是堪萨斯城 就人口而言 这两个城市在美国排在10至50位之间 算是二线城市 但是人口100万美元都不到 中国大一点的县城都比它大 房价也便宜 一个楼都只要十几万美元 甚至不到10万美元 20万美元出头都是很好的房子了 但是这些城市特别的一面 就是人口少 根本看不到中国熙熙攘攘的人群 晚上睡觉 外面路上一点响动都没有 自然也没有什么丰富的夜生活 事实上 住在这些二线城市的美国人 也是挺无聊的 所以年轻人还是会往纽约 洛杉矶等大城市跑 收入 美国是一个大企业主导的国家 每个城市大同小异 买东西都去沃尔玛 吃饭都去Subway 买家电都去Best Buy 买衣服都去Gab 买鞋子都去Nike 这些大企业几乎垄断了 美国人所有的日常消费 是个无处不在的巨无霸 因此自然也要在每个地方 聘用当地的员工 再加上电信 银行 小城市里的美国人 有很大比例 都是在这些大企业工作 收入也都很均衡 大约在三至四万美元一年 这就构成了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 一年收入三至四万美元 除去税和保险 也就二至三万美元 再除去生活费用 算一半 一年存下一至二万美元 买个十五万美元的房子 也要十年 但是这些人都是本地人 很多在当地就有房子 因此买房的需求 都没那么强烈 物价 美国有消费税 大概为8%至11% 每个州不一样 买一百块的东西 要付一百零八元 吃饭要给小费 一般是税后百分之十至二十 总体而言 美国人月入两千至三千美元的话 日子还是过得去 你拿一百美元去超市 能够买上一推车的东西 过年过节去买衣服 你拿一千美元 也可以买不少 美国的蔬菜水果 相对要比鸡肉猪肉贵 因为蔬菜水果有季节性 无法按需大规模生产 再一个原因就是有保鲜期 所以美国的沃尔玛很少卖蔬菜水果 因为无法实现全国物流调配 蔬菜水果一般都在一些地方性的超市卖 而且美国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Farmer's Market 就像中国的赶集 都是定期定点的 农民拉着新鲜的蔬菜水果到市中心来卖 很受美国人欢迎 新鲜而且品种多 当然价格也比超市里面的高 这些农民就是看到了大型零售商做不到的市场 税收 美国个人一般要交多少税呢 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 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有一个反税制度 老百姓每年都要报税 向政府说明自己一年收入多少 该交多少税 已经交了多少税 然后政府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 返回一部分税款 就个人所得税这一块而言 一般三至五万年薪的人 一三一四的收入都要用来交税 具体包括联邦税 周税等不同种类 收入越高 个税越高 在反税的环节 总体而言就是 家庭负担越重 工房 有小孩 反税越多 有的甚至能够全部返回 而刚毕业的没家产的单身小青年 付税最重 除了个人所得税 美国还有一个消费税 你买任何东西都要交消费税 每个州税率都不相同 比如拉斯维加斯所在的沙漠地带的内达化州的消费税 在7%左右 好像是美国最低 你买100美元的东西要付107美元 而隔壁的加州则为10左右百分号 得付110美元 金融危机以来 很多州都调高了消费税 调高一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税的收入 就能增加10%还多 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 还有就是 比如你在曼哈顿 有100万美元的一套100平米房子 每个月大概要交1000多美元的税 物业税能够抑制投资购房 但是还是有钱可赚的 一套曼哈顿100平米的房子 如果有2-3个卧室 一个月能够租2000至4000美元 税后还赚1000至3000美元的样子 交通运输 美国几乎每个人独有车 每年到DMV 相当于我们的车管所去登记一下 几十块钱 每两年做一次尾气排放测试 也是几十块钱 此外 没有政府方面其他的费用 考驾照 也是几十块钱 无需任何强制的培训 只要觉得自己会开了 就可以去考 另外就是保险 一年500张1000的车险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油价也相对便宜 从洛杉矶到旧金山 大概600公里的路程 按照现在的美国油价 开600公里左右的油费 大约在50美元 而且 美国高速公路几乎没有收费债 飞机票也相对便宜 从东北角的纽约到西南角的洛杉矶 横跨整个美国 往返机票加上税费 大约在300美元 欲卡 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 读书和工作是比较可行的 定居美国的两条道路 80年代 90年代来美国读书的 几乎是清一色的理工专业 基本上是靠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才能过来读书 而美国大学里面 往往只有理工专业 才会有充裕的资金招研究生 而且招的几乎都是博士 中国人要留在美国 最大的问题就是身份问题 学生身份结束之后 必须转成工作签证 他需要公司帮你申请 所以你必须先要找到工作 而且公司要愿意帮你申请工作签证 有了工作签证 如果有人打算长久待在美国的话 就可以考虑申请绿卡了 绿卡也是由公司帮你申请 所以对中国人而言 进大公司是理想的选择 大公司如果不裁员 基本上不会有不太开心的事情 申请绿卡有排期就是申请的人多 排队等 对于大部分靠读书来美国的人而言 走的都是这样一条类似的道路 除了读书之外 如果有钱 你可以通过投资移民过来 如果有才华 你也可以选择技术移民 因部分内容具有时效性 文中所涉及的数据及费用等内容 均为参考 具体情以实际情况为准 一条 Fake 23 influencer 5 感谢观看